好美的這個 我要跳回撻舞 發生急事 發生幾天告訴你 這個我覺得是一分 你竟然給你一分 長身低 但這個我真的覺得一般的 Sor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ra 這次搜集了四間IG購物的盒子蛋糕 總共有12種不同的味道 接著Logo 長身還有一個 算了 算了 精神分裂 然後這次集提四間IG購物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因為要報住他們開團 有些還要教鬧鐘和人搶搜尋 前前後後搞了一個月才成功 這幾間IG購物全部各有特色 其中有一間有過萬個追蹤員 我每次拍到IG購物試吃 都一定會有人留言跟我說 叫我試試那間盒子蛋糕 所以我這次就買了回來 和大家做個試吃 因為實在太多蛋糕的關係 我一個人是沒可能吃得完的 所以這次就邀請了我朋友來陪我試吃 好啦 不得我說 馬上開始 第一間叫做 阿卡克香港 它本身有個薑味的護泥盒 我本身想試吃那個 但因為它金團沒有薑味 所以我就選擇了一個是 白鳥護泥和海鹽芝士護泥 你覺得有些觀眾會想吃薑味嗎 為什麼不喜歡 老人家才吃薑味 首先這個白鳥護泥 裡面就有黑糖凍 白鳥奶落 威風蛋糕 和護泥 我們先試這個 是威風還是刺風 對呀 親戚的刺 你怎麼想看我這樣 我想問 蛤 我是不是很嚴重 你怎麼這麼嚴重 有多威風啊 好像龍那麼威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龍那麼威風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幸好我沒有在街上說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口會不會太大? 嗯 嗯 假了一點 你剛剛才含不進去 是什麼? 我有味蕾了 OK? 我味蕾比較白癲 你專業一點 我這是真實反應 我都好像做假一樣 挺好吃的 它吃得出有白雀茶味和固麗味 我還沒說它不好吃 你覺得不好吃嗎? 我對蛋糕也很高 我覺得OK 我覺得它夾在一起 有些太粗糙的感覺 我喜歡吃一些很滑的蛋糕 它也不夠滑 我覺得蛋糕是沒有那麼好吃 但其他的護麗和白雀茶 都吃得出味道 而且我覺得是OK的 我再試一試 但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因為你覺得不好吃 所以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味蕾 我覺得有3.5分 1.5-2分 1.5-2分那麼低 你的評分要求真的很嚴謹 我真的很嚴謹 我覺得它所有味道都吃得出 但是它的價錢我覺得有少少貴 因為它是這麼多盒裡面 最小的那一盒 但它的價錢跟其他差不多 然後它的味道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至於說很好吃、很出色 所以就3.5分 第二個要試的就是海鹽芝士 裡面有海鹽芝士奶蓋 戚風蛋糕 原味奶落 加這個芋泥 嘩 這個精煎奶蓋很海鹽 但我覺得有少少偏鹹 太過鹹 痛手了 師傅 真的不好意思 這個真的有點太鹹 但味道不差 如果把它調成甜一點的奶蓋 我都覺得一般 這個我給1.5-2分 請評分 有點失望 所以希望店主可以輕輕一點 那就完美一點 第二間 第二間就叫做What is my love 這間的合置蛋糕選擇都幾多 有很多款我都想吃 但因為不可以試吃 所以我選了兩個味道 一個就是蜂蜜柚子脆脆 另一個就是三重芝士 聽我的名字都覺得很棒 這個蜂蜜柚子脆脆 裡面有這個 焦糖脆脆 海綿蛋糕 柚子醬 和蜂蜜柚子啫喱 它最底的是什麼 這麼有趣 蜂蜜柚子啫喱 你剛才有沒有聽說 連我這麼浮誇的人 都有一些內人臭味的表情 究竟這盒是有多 我吃不出白色 這層是什麼 這個樣子像麻薯 但它吃起來不算很像麻薯 我看到它的質感也不像麻薯 嗯 奇怪 你們好像鼻涕 是啊 它真的是麻薯 但是它的質感比較奇怪 很噁心 它的味道是很出的 就是你一吃下去 你已經很明顯的柚子味 我覺得這個不錯 很新鮮 焦糖和柚子很配 我覺得它整盒做得最好就是 它不會很甜 整個感覺是很新鮮 你可以吃第二、第三、三 但是你剛才那兩個不行 剛才那兩個 你可能吃一兩口 你覺得OK了 我今天夠了 但這個你可以吃起碼半盒 我覺得是OK的 但我覺得它有點偏符 喜歡柚子的人應該會覺得這個很好吃 但是我自己偏好比較甜的柚子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一般 我給3.5分 嘩 竟然有3.5分 這個我給3分 接著就試這個三重芝士 三重芝士裡面有這個 芝士奶蓋 日式娛樂芝士蛋糕 麻薯 還有芝士海綿蛋糕 我覺得這個挺好吃 這個芝士奶蓋不錯 我覺得它的奶蓋味 是偏向比較重的芝士味 一般你在街上喝到的芝士奶蓋 所以我覺得這個挺好吃 但是它的麻薯我真的不太喜歡 這個我覺得可以有3.5至4分 你覺得呢 2.5 你剛剛還說很好吃但這麼低分 都說會濟 只是吃到第四個 但我已經有種不想回家的感覺 暈食間了 第三間就要期待一下 因為是過萬followers的IG購物 這間是超級高人氣的 我自己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inbox問他什麼時候開團的時候 剛好店主說他有看我的影片 然後就可以獨立接我的單 所以我這次才這麼幸運 可以買到他們這些盒子蛋糕 如果不是我自己按的話 應該按到天方地老也按不到 而且一般人只能買到這些一盒 只有一隻味 店主非常好人地幫我 用三隻味的盒子放在一起 所以我就可以一次過試到六隻味 很感謝店主這麼好人 特意接我的單字 再送兩盒蛋糕給我 你不要以為他不好吃 我這次買了這盒 很大壓力 我買的味道有 士多啤梨 胡泥 朱古力 抹茶 奶蓋 芝麻加花生的味道 首先試了士多啤梨味 裡面有士多啤梨 戚風蛋糕 忌廉吉士 還有麻薯 嘩 他也有很多士多啤梨肉 我吃了麻薯 試試看 這個麻薯才是真的麻薯 嘩 士多啤梨很好吃 是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很中規中矩的士多啤梨海綿蛋糕 他的士多啤梨我給4.5分 只是士多啤梨是4.5分 是啊 我覺得他有三分的 中規中矩的味道 但我覺得他的奶油和麻薯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試試這個 最基本的护梨味 裡面就有這個芋頭味的戚風蛋糕 麻薯 护梨 還有忌廉的 我不想給你吃 你不敢給我吃 因為我怕 我說好吃 然後你說不好吃 就會顯得我好像有問題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不敢給你試 你快點開來吧 這個很好吃 他的护梨是很有护梨味的 我正在試护梨 這個很好吃 我們跳一段舞 他的护梨是好吃的 證明我不是一個壞了的人 是有點兒子的 因為他的护梨也挺多 他有兩層护梨 但他的护梨真的很好吃 然後有了這個护梨做對比 我就覺得 第一間的這個护梨 顯得有點失色 非常不好意思 這個护梨味的 盒子蛋糕 我覺得是可以有4.5分 我給... 2分 2分 對 是很有芋頭味 所以你還給2分 2分很高的了 真的太嚴格了 大家當他的評分是一個參考就好了 對 你當我在這裡給我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接著呢 就試這個 朱古力味 朱古力味呢 裡面就有這個 朱古力蛋糕 朱古力忌廉 朱古力奶凍 還有這個麻糬 你夜夜都這麼大塊 我真的很佩服你 身為一個專業的試食員 為什麼你除了第一間之外 全部都不會馬上 嗯 我都說你假的了 不是啊 因為我夜夜口真的有這個白雀茶味的 還不是這樣被你說 我不敢噴啊 等一下噴你 我就說我做假 哈哈 它是很重的朱古力味 它的朱古力味是偏苦的那種朱古力 但是我不是很怕到 朱古力加麻糬 我覺得不... 不是很隔 好吃 我覺得這個朱古力味可以有... 3.5分 你先看看 我自己不算很喜歡吃朱古力味的蛋糕 你覺得呢 嗯... 2.5分啊 我覺得你喜歡吃朱古力的人 就會很喜歡 嗯... 這間的最後三種味 我最想試的是這個... 抹茶 這個抹茶味呢 裡面有抹茶蛋糕 抹茶的抹茶吉士 和這個麻糬 超濃的抹茶味 它是比較偏向苦澀味的抹茶 我覺得喜歡吃抹茶的人 都喜歡吃 嗯... 我自己呢就是偏向一些比較甜的抹茶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好喜歡的那種抹茶味 這個抹茶呢我覺得可以有... 3.5分 下一個就試吃這個... 奶蓋 那這個奶蓋的味道呢 裡面就有這個... 海鹽奶蓋 蛋糕和麻糬 這個我覺得很好吃 你試試看 不用 為什麼啊 我很怕你會質疑我的味道 你說不好吃 然後... 人家就會覺得好像瘋了 聞到說好吃 因為有三款奶蓋做對比 第一間因為是有海鹽在裡面 很鹹的... 很鹹的... 而第二間這個呢 它的芝士味呢 就是比較濃一點的芝士奶蓋 第三間這個呢 它就是... 比較偏向奶味的奶蓋 第二間和第三間我都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加上它的麻糬呢 我覺得它整個口感整個味都很配 這個我覺得是有... 4.5分 你說不好吃我就趕衝 又是4.5分 怎樣了? OK 很好吃 那你覺得它可以有多少分 2.5啊 2.5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需要聽她說話 它有4.5分 它值4.5分 OK 花生我覺得蠻好吃 但它加上芝麻 對啦 我只看它花生加芝麻好像很特別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那它裡面呢就是有這個 竹炭蛋糕 芝麻忌廉 花生忌廉 花生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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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你 你不知道她做什麼 芝麻醬 花生醬 和麻薯 不如你給花生去洗手 哈哈哈哈 它好像湯圓味 嗯 它就是呢 煮湯圓煮得太熟 然後把花生和芝麻煮得爛了 然後連糖醇一起煮 哈哈哈哈 哈哈 沒錯就是那樣東西 它就是Exali 是花生湯圓和芝麻湯圓的味道 但它是好吃的 這個我可以給4分 我覺得它沒什麼特別 因為是平時湯圓的味道 真的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吃花生湯圓 或者芝麻湯圓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 那我給你兩分 哈哈哈哈 喂 你這兩分已經很高分 其實我給多了 謝主龍恩 平身 接著這間商店的最後一種味道 就是他們新出 柚香甘酸茶味 有些柚子味 很fashion 嗯 這個聞起來很棒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甘酸茶 我沒喝過 我也沒喝過 聞起來是很中式的那種茶味 是很像在台式飲品店 經過別人沖茶的那種味 金酸茶會不會是酸的 啫喱 很少 嗯 我覺得柚子味可以比較重 嗯 因為其實它的啫喱 就這樣單獨吃 是吃得出有柚子味的 但是如果你是拌成蛋糕去吃 就會被它掩蓋了那些味道 然後它的茶味 也是比較偏向苦澀一點點 很香的茶味 我現在口中是很大的 那些茶的回甘味 我不算是很喜歡 這個是要給一些超級喜歡茶味 喜歡擦那種回甘味的人 就會覺得很好吃 我開始飽了一些外製 終於來到最後一間 最後兩盒了 就是吃到懷疑人生 這個很特別 為什麼這樣 對呀 對呀 其他的IG購物 它都是用四四方方的盒 做得很漂亮 然後照片又調得很漂亮 才出街 但是這個呢 家庭裝飾 就好像你自己家自家製的蛋糕 還有它IG的照片 都是很普通 好像你把自己在吃東西 上自己的IG 是完全沒有修飾到的 簡稱就是腿 還有它這間賣點 是主打健康的 天然的食物味 去做賣點 它這個是不是麻糬 嘩好可愛 為什麼會這樣 超有趣 你這樣壓它的時候 它是好像那些波波池 彈一下彈一下 好搞鬼 其他IG購物的麻糬 它是一層的 這個是一粒粒的 對呀 這個很搞笑 那這個呢 就是培茶麻糬 粒粒 培茶cream 培茶奶凍味 你的樣子 是難吃的 你是不是不知道它想怎樣 你怕不怕 怎麼怕會這樣 我完全吃不到有任何的cream 或者蛋糕 我成口都是麻糬 是天然的味道 你真的吃得出 它是沒有給其他很多的調味料 在裡面 它是比較偏向沒有味 因為它那個麻糬 佔了很大的部分 嗯 真的很健康 它那個麻糬 可能有點太厚 這個我覺得一般 太健康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份 你竟然給你一份 重新低 但這個我真的覺得一般 對不起 那我給你1.5吧 它沒有糖 只可以說它是真的做到它的賣點出來 但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到的味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黃豆粉麻糬粒粒粒 牛乳木康布甸 是不是沒有味 我覺得這個OK 它其實不差 其實是很甜的 你有沒有覺得嗎 不是很甜 你頭一兩秒覺得好像很甜 但吃下去不是很甜 可能因為有剛剛這個 做對比 就覺得這個很甜 而且它的黃豆粉味也很出 但其實我覺得這兩個 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它們的麻糬真的做得太大顆了 由我入口那一刻到我真的吃完 我才可以抹大嘴說話 有一點多 所以很便宜 這兩個是 這個真的有點飽 最便宜的兩個蛋糕 幸好是放在最後吃而已 買起初吃真的不得了 我現在吃第二次 我覺得它的甜味是正常的 我第一次吃可能因為 真的被這個無糖味嚇到 我覺得這個是挺好吃 這個不錯 這個我覺得可以有3.5分 那我給它2分 2分OK 終於都試吃完了 我自己最有印象 還有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 第三間的护泥 還有它那個奶蓋 花生芝麻也很好吃 這三個我是真的特別有印象 而且我覺得 我是會很想自己再買回來吃那種 而其他那些我覺得大部分 都算是OK不過不失的 但是有一點點 我就真的覺得可以有改進的地方 小姐有什麼評語 你覺得最好是誰呢 最高分的那個 就是這個柚子味 還有呢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 最後的兩盒 哈哈哈哈 它跑贏了 其他那些其實你會吃完 會有一點點忘記了它 但是這兩個你吃完 你會記得它 不是因為它的包裝 而是因為 它的味道是特別的 老實說 不是一些很出色的蛋糕 但我覺得 如果以IG購物來說 就是回去吃一下 我覺得OK的 你幫我拿 我不會的 四盒回家好嗎 我真的有餅 我可以幫你拿柚子回家 好好好 你也不要期望我會吃完 好嗎 你選多兩盒吧 大便買不用錢 我要這個 這個 夠了 不要啦 要多一盒 我求啊 不是不好吃 是這麼多盒蛋糕版雪果 我會被人罵爆 大哥 那真的 麻煩你 不要 要多一盒 你真的貪得無厭 這個 這個 這個沒有那麼甜 這是苦苦的 謝謝 我都放在雪櫃裡 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還有六盒蛋糕 終於都拍完這條 盒子蛋糕的大集合 這次真的吃到 我有點懷疑人生 我想說 連下午都沒有吃 就是特地拍這條片 但結果 還是吃不到這麼多蛋糕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LIKE 還有幫我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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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嗎 你聽到嗎 嚇死我以為只有我聽到嗎 這些叫盒子蛋糕 對 所以它整個盒子 為什麼你好像 沒見過西面 我沒見過盒子蛋糕 我真的沒見過 我沒聽過 蛤 表示震驚 這個世代有很多人吃的 對 還跑出來 是不是深山那種 還是你很久沒上網 你知道這些廣告是你看什麼 就給你什麼嗎 不一定的 你知道我早幾天看到那個廣告 是Gay的交友APP 是Gay的交友APP 在我的手機裡面出現這個廣告 那你會反省一下你做了什麼 我都說他 我不是很厲害嗎 但他是 他是普通 你先讚我吧 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